汗油品种局势其真 超级无敌 千年难得一见 弄法很简单 煮锅水那整个放进去 熬它个三天三夜 把汁熬出来 我保住你吃了之后 滋鹰独顺 青春肠作异 你拿个萝卜出来干什么 你说这是萝卜 难道不像人色吗 不像 看到自己的大萝卜被黄旗英试图 小妈立马改了一套说辞 我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叫萝卜 是人生的大敌 补品的克星 势不两立 你要知道 吃了人生之后 那三个月之内 都不可以吃它 明白了吧 说吧 小妈便灰溜溜地抱着大萝卜离开 随后她来到后院 本以为人生丢失一事瞒不下去 不曾想黄飞红却在此时 拿出了一段酷似人生的树根 你还想的 太想了 臭小子哪儿偷回来的 爸爸这颗金枝玉叶 我看你完蛋了 虽然金枝玉叶是黄旗英最心爱的植物 但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小妈先将黄旗英拧到一旁 然后再让黄飞红 趁机将树根送给陈老板 听完黄飞红的一番忽悠 陈老板十分满意 随后他便带着人生离开了保质林 殊不知另一遍 英国人发现了私运的玉玺丢失 随即便让总管谭昌全力寻找 很快谭昌便调查出 在运输玉玺过程中 黄飞红曾可疑地出现在头等车厢门口 于是他断定 玉玺一定在黄飞红的手中 这天 小妈为了筹钱满新的人身 便打算将黄旗英送给她的钻石项链 卖给自己的好姐妹 为了不被黄旗英发现 小妈一直小心翼翼 却不想正因为如此 让英国人怀疑他们在倒卖玉玺 于是便趁小妈几人不备 直接将包裹抢走 怎么了 抢东西 抢东西大声点嘛 抢东西啊 抢东西啊 幸好黄飞红及时追上 才将包裹夺了回来 不曾想黄飞红刚想物归远准 却在半路被英国的亨利拦下 并以刚刚撞到她为由 要让黄飞红磕头道歉 这让一旁的小妈看不下去 于是她连忙上前 当众拆穿亨利 和刚刚的强盗士同伙 你少胡说八道 鸡婆 啊 话没说完 亨利当即就给了小妈一个巴掌 将她的嘴巴打外 看到亨利如此不讲道理 小妈连忙就让黄飞红 上前教训对方 给自己出气 却不想众人见此情景 都想看看黄飞红打一套罪拳 为了打响宝之灵的招牌 小妈便又让黄飞红 背着黄其英偷偷用罪拳应斩 并且为了让罪拳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小妈还带着姐妹们找来养酒 不料黄飞红喝完酒 虽然打退了亨利等人 但也因为没有掌握好酒量 有些神志不清 黄其英得知后十分生气 她本想用家法对妻小事成绩 不曾想就在这时 陈老板的夫人赶来 并告诉黄其英 陈老板因为吃了假人参 现在重病不起 黄其英没想到 黄飞红会顽劣到如此地步 竟拿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当而行 她觉得黄飞红再也成不了大忌 于是一怒之下 就将其赶出了家门 随后黄飞红来到一个酒馆 继续喝起了伤心酒 起料就在这时 亨利带着谭昌赶来 因为听说黄飞红的罪权很是厉害 所以谭昌便想与之鄙视一番 可此时的黄飞红根本无心打架 任凭谭昌怎么出手 她就是不还击 谭昌见此情景 也便不屑于再与之切磋 只好就此作罢 谁知第二天一早 黄飞红就被赤身裸体地挂在了大街上 黄其英得知后 便连忙将其带回了宝质林 等黄飞红酒醒 回想起昨天的一切 她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但同时也让她明白了黄其英的用意 并承诺以后不会再喝酒 用罪权跟人打架 然而她刚发誓没多久 那个和她拿错行李的男人 就来到了宝质林 小妈见此情景 觉得对方三更半夜前来十分可怜